记者王静义花莲报道,香港快运航空每天一班往返花莲,香港,但受花莲强阵影响,2月在客率低迷,业者考虑7月将减少班次,而未增加机场使用率,振兴观光,花莲县政府与金门县政府携手,由金门县旅行工会集结12家旅行社正式组成PAC团,联营团, 与远东航空合作,将于6月20到22日办理金门包机受航花莲三天二夜之旅,来回共飞四个班次,也期盼未来能将发展成定期航线,把中客透过小三通直接带进东台湾花莲县府观光处长彭伟族今天说,这次是由金门县府力挺重任花莲观光的行动,由金门县旅行工会策动航空公司, 花莲地区观光业者共同推动双向包机旅游活动,盼加强拓展金门到花莲旅游客园,未来中藏城市期盼能发展成定期包机,让小三通的旅客,能够透过金门直飞花莲的方式, 让中客透过小三通直接带进东台湾,彭伟族说,这次金门花莲双向包机受航,预计采用165人做的机型, 6月20日早上9点从金门起飞往花莲,10点50分远机从花莲飞金门,6月22日中午12点25分由金门起飞, 在于下午2点15分起飞返回金门,飞行时间只要75分钟,就能来到花莲义游泰鲁个国家公园, 七星潭,林田山林场等安排三天二夜行程,而花莲乡亲也可以轻松游金门, 欣赏占地风光,负责承接的中国青年旅行社指出, 近年来台湾包机直飞出国旅游热络,花莲拥有许多知名景点如泰鲁个国家公园, 七星潭,林田山林场等,期望透过这次受航包机活动,串联两地观光发展, 而三天二夜的行程约落在8000上下,花莲地区的民众可以拨打038-325-470询问详情, 而未来则可朝与中国旅游合作推广花冬游程,结合花冬旅游资源拓展中客市场。 推广花图 换者